诶 韩总 拉的什么呀 这个是咱们星期次出来的这个比啸龙 还是99盘量的原药 拿过来在大货中间取了一口 过来过来随机检测一下 那都是这么高吗 这个包装是吧 对 都是这种桶 这边是25公斤一袋的 然后直径是40 然后高度是高度是50公分的 这样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这个咱们的这个比啸龙状态 你看 我们都是用这个这个扎袋扎紧 然后里边是25公斤的 袋子 然后一公斤的一袋子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木区已经拿了一袋 已经拿了一袋 都可以 都是这种 这种冰糖的 纯粹的在包装呢 就是为了防止 这个透光 这个闭光啊 光线 然后还有温度 都有一定的作用 我随便打开一袋 好 好 好 等下有没有看到 就是V传的这个晶体 全都是晶体 晶体 晶体 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 咱们可以就是 跟别家的比较一下 怎么比较呢 咱们拿到光线下面 那光线下面 你们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这种 就是 反光的 不灵不灵的感觉 有没有 这很简单 大家如果是想分面的话 直接用自己家的手电筒 拿着照一下就可以 对吧 我们 我们 今天我正好又拿到 其他家的 有一个袋子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看 对比一下 看 这是别人家的 像粉粉末一样 没有什么 特别的反光的地方 对吧 因为放到一块 也可以 掀一下 放一块 用光打一下就能看 有没有 很明显 就是哈 这个是比较晶体的 嗯 好 好 我们把刚才的那一袋了啊 拿过来到 房间里来 这边光线相对会好一些 再来看一下 相对好一些 没有看到 电梯 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这个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呃 纯度非常的高 然后呢有这种 有有这个 尽体的感觉像非常透明 如果你家有显微镜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流动性 嗯 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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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晶体还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我们在家转用手电筒就可以能晶片上能分辨出来啊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准啊看准这个 这个 这个在在分辨分辨这个质量好跟质量差的时候 一定要擦量自己的眼镜 让自己的这个 拿到货真价实的产品 在货头上知道的准备起来看准备哦 要将大家看准备一下